这里是问肖长过程中何者是错误的 我们看A选项 随着肖长环境负荷量也会跟着变动 这当然是对的咯 你可以想象一个草原 它可以供养的生物的数量 跟一个森林可以供养的生物数量 是不一样的 而且通常这个负荷量会随着肖长越来越大 从第一显胎到草原到灌木林到森林 森林的负荷量应该会比较大 因为资源多养分丰富 所以A是正确描述 先打波波 负荷量是只有动物还是负荷量 都可以 当然负荷量是所有生物都可以用 所有生物都可以用负荷量 动植物真菌细菌都可以 所以A是正确的描述 我先打勾勾代表真菌 B选项随着肖长 我们群集中的植物 才会被生物史较长的其他植物取代 对啊 你找例子嘛 第一显胎生物成端 变草生物史可能一年两年 到灌木到桥木 桥木可以活几千年了 所以它后来取代它的植物 它的生物史越越长 寿命越越长 B是正确的描述 对 生物史就是你的寿命有多久 寿命有多久的意思 所以B是正确的 我们看C 因为它的物种会被其他物种取代 所以物种的数目会维持稳定不变吗 哦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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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我们在消长过程当中 横座标是时间 重座标如果是物种数量 理论上随着时间 消长过程 物种数量会不断的增加 直到最后达到一个平衡 上不去了 这时候叫巅峰群集 巅峰群集就是你物种最多 多方性最高的时候 这时候最稳定 所以它的曲线应该长这样子 然后最后就稳定了 那过程当中呢 物种虽然被取代 可是被取代的物种并没有消失哦 消长的过程叫做优势种 换人座 草原的时候 草原草是优质种 到了森林 草还在啊 物种并没有减少啊 而且不是不断的增加 因为多了桥木 所以其实在我们消长过程当中 物种数量是不断增加的 直到巅峰群集 物种才会稳定成最多 最大的时候 这时候叫物种多弯性最高 也是这个生态性最稳定的时候 因此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 物种的那个数目会不断的增加 在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增加 好 我们先调着